哈囉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Pierre 我們今天要介紹這一顆 噠噠 控三合一 它本來是塞在裡面 我拔起來了 因為蠻緊的 這洞做得有點小 蠻緊的 OK 好 它一來的時候就是放這樣子 放在袋子裡面 然後一個鐵盒子 這樣OK 那我們先把這些東西移走 移走 走開 好 那我們今天一樣介紹 一開始 先 秤一下它的重量 好 重量 就26克而已 很小一顆 超級小 超級小一顆 OK 那一樣秤一下它 一樣量一下它的 身高體重 身高 看一下它多高多少 OK 最寬的地方 11 咪咪 11咪咪數 OK 然後 寬 寬 大概 7.5咪左右 OK 好 所以它的長度大概是11 然後寬大概是7.5咪咪 OK 好 那我們 一樣 來看一下它的外型 它旁邊呢 都是做齒輪狀 近一點給大家看 有沒有 齒輪狀的 好 那 它的裡面的培鈴呢 是 R188的培鈴 轉給大家看 當然蓋子就比較符合R188的蓋子 OK R188的培鈴 那這個我講過很多次 如果不會轉的話 我教你拿個鑰匙就可以轉開了 對 拿你家的鑰匙就可以轉開了 卡住 卡住 然後轉一下它就開了 好 那 這個就不多講了 那 它今天它這一顆為什麼叫三合一 呃 我等一下會玩給大家看 我是覺得蠻好玩 因為我昨天就拿到了 可是 我覺得 因為我一直在玩它 我是覺得還不錯玩 雖然它不像一般的那個spinner 對 OK 我先轉給它 一般的spinner 大家還是會這樣轉嘛 對不對 大家會感受一下它的 轉的那個速度感 可是這一顆呢 其實 你 沒什麼感覺啦 說實在話 沒什麼感覺啊 對 因為它蠻小 太小一顆了 雖然配R188的那個 那個 培鈴 可是它還是 轉起來 你的手上是 沒什麼感覺的 不過它是怎麼玩呢 來 我試一次給大家看 你要45度腳放 OK 45度腳放 它是比較屬於一顆 放置型的spinner 放置型 就是你可能是放在桌上玩 比較像陀螺啦 比較像一般的陀螺這樣 OK 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 這樣會一直轉 然後聲音還蠻大聲的 如果放在桌上的時候 聲音還蠻大聲的 很像那個 馬達在跑的聲音 因為 它算高速旋轉一下 然後 它的那個 它的 離心力會這樣子 來 來一次 好 那 為什麼要介紹 為什麼它叫三合一 因為 它的裡面是 R188的培鈴 可是 大家看一下這一顆 這一顆是 608的培鈴 有沒有看到 608的陶瓷培鈴 那 它的大小呢 它外面的大小 OK 看一下 它外面的大小 是跟608的培鈴 一模一樣的大小 有沒有看到 好 所以說 它也可以當做一個轉接頭 就有一些 spinner 它是 其實是做 608的培鈴 可是 你也可以把這一顆 放下去裡面 轉成R188 所以它是蠻 蠻兩用的 一方面是放置型 然後 一方面又可以 變成說 桌上型的轉轉 然後 再來也可以變成 那個 你手上的轉轉 欸 所以 這三合一 我是覺得 蠻有創意性的 然後這一顆 也不貴 還蠻便宜的 這一顆都一千多塊 就可以搞定了 加運費 大概一千多塊 就可以搞定了 然後 有興趣的 也可以去找找看 控三合一 3 in 1 對 OK 那 看一下 它的轉的時候 那 當然我還是要講一下 它好 好與不好 因為 剛剛 我這一顆 培鈴是從 安納多利耶 這顆 安納多利耶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看過 這個 安納多利耶 對 我剛剛是從 安納多利耶這邊 拆出來的 可是安納多利耶呢 它屬於特規啊 它有一面 就是安納多利耶很厲害的地方 它有一面是 比較緊 另外一面比較開 所以你在 塞培鈴的時候呢 就是你要找對的地方 才能放得進去 你找不對的地方 就放不進去了 OK 那我剛才呢 就用這顆控三 三合一 這顆控三合一 要放進去的時候 是放不進去了 為什麼 因為它屬於特規啊 所以說 你也要去看看說 它是不是特規的 如果它是特規的話 那 這顆 等於沒有用 那變成說 它就是一般的 可能桌上型的 Spinner 對 好 那 不要到時候 你們買了 跟我說 欸我塞不進去啊 塞不進去不關我的事啊 你買到特規的啊 OK 那 那當然也可以 很 我就覺得另外一種玩法 這顆是那個 飛哥的 大陸的 淘寶 我也買淘寶 沒什麼不好 這顆轉起來 爽度也是夠 可是它培領有點 被我弄壞了 我還有一顆備用啊 沒有關係 OK 蠻大聲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兩顆一起轉 不轉我也高興 噴出來 呵 不轉我也高興 沒關係 這都便宜貨 撞了不會怎麼樣 呵呵 OK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現場實路 那個 Spinner車禍 OK 這樣子 那當然不建議 你用太貴的去轉 如果你用太貴的去轉的話 等一下兩顆撞在一起 你會很心痛 嗯 總不能叫我把那個 CKF拿出來 跟我的這一顆轉 結果撞在一起 那我這一顆是不痛啦 我CKF倒是蠻痛的 我會哭出來 好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去找找看 啊我這邊有多一顆 如果有需要的人 我工商服務一下 我有一顆黑色的 那如果有需要的人 也可以找我 OK 好 那再讓你們看一下 它轉的速度 那我預告一下 我明天 我明天應該會收到 應該說這禮拜吧 還下禮拜 都會收到蠻多顆Spinner的 那到時候 如果有要看我評測的 也可以訂閱一下 嗯 那 這個月應該蠻多顆的 這個月應該至少有 4到5顆會進來 然後我CKF的3.0也進來了 不過 呃 等到我全部搞定了 我可能下個月才會做CKF的一個專題啊 我會覺得做一個專題比較好 因為CKF畢竟已經 有點名氣了 OK 好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直接在群組找我 或者是在FB FB上找我 都可以 OK 那 它的 講一下它的外蓋 這我補充一下 它的外蓋 那外蓋上面有一個 一點 你可以 當然你轉接完之後呢 你也可以用筆 插在上面 讓它轉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玩法啦 不過 千萬不要用太貴的 因為摔了你就知道了 OK 掰掰